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条通路从中国东南沿海 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 穿过印度洋 进入红海 抵达东非和欧洲 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 并推动了各国的共同发展 如今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当中 地处非洲东部 恶守红海的唯一出海口的吉布提 是一个重要节点 2017年5月 吉布提的新港口投入运营 2018年7月 自由贸易区第一阶段园区开始运营 同时 老码头将用于城市开发 试图变成吉布提新的商业中心 这一切都在招商局集团的推动之中 他们能否成功复制深圳的蛇口模式 帮助非洲大陆打造东非蛇口 我们现在跟吉布提已经结成了六一共同学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方案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阿萨尔盐湖的盐 欢迎各位跟随我们来到非洲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打猎谷 站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到天地的苍茫 感受到时光的力量 因为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时光留在这里的记忆 三千多万年前地球的运动和变化 产生了东非大裂谷 它从非洲东南部一路向北延伸五千公里 到达了红海之边 到达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国家吉布提 吉布提的国土面积并不大 只相当于上海和北京的总和 但是这里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无限的发展潜力 今天来自中国的公司 正在为这里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这里有无数的中国故事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继续出发 驱车从东非大列谷继续往西 我看到最多的是沿途覆盖黑灰的岩石 西疏的骆驼刺在实力之间顽强生长 只能偶尔遇见几只骆驼和沸沸 在当地阿法尔的语言当中 吉布提的意思是沸腾的蒸锅 就像大家所看到的一样 这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沸腾的蒸锅 在吉布提90%的土地都是戈壁和沙漠 而每到夏天来临的时候 平均气温超过40度的这里 更是被大家称作了非洲的大火炉 一路而来贫瘠荒凉之景 冲凝在东非大列谷的天地间 恍如置身电影中的外星车 然而随着汽车逐渐下坡 一枚犹如嵌入荒凉的天地之间的 蓝白宝石跃然眼前 一路的车程陪伴我们的 似乎只有窗外非常单调的荒漠的景色 直到这一刻 如宝石一般的阿萨尔盐湖 出现在我们面前 让色彩顿时鲜艳了起来 让画面顿时丰富了起来 而我们此刻所在的地方 也是非洲大陆的一个最低点 位于海平面之下157米 位于东非大列谷地带的阿萨尔盐湖 是吉布提经济腾飞的希望 阿萨尔湖是非洲大陆的最低点 也是全球陆地第二低点 火山喷发的岩浆 把这里与外海隔绝 炙热的气候蒸发大量的水分 同时海水通过地下裂锡 源源不断补充进来 形成面积相当于20个西湖的岩湖 湖岩年复一年 累积于此 目前已经有接近30亿吨 古老群山之间 一半湖水微波涟漪 一半盐田如同雪原 黄色山岩倒映水面 宛若天静 含岩量十倍于海洋的湖水 让这里成为了一片生命的死海 但阿萨尔湖是一个聚宝盆 几百年前 阿法尔人发现了这个湖 并开发出了湖岩 如今他们依然在用骆驼 拖着湖岩 用它去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 直到2015年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获得了 阿萨尔盐湖50年的开发权 开始正式开采盐湖中的盐和锈等资源 技术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 正在帮助吉布提 把大自然的恩赐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辽阔的阿萨尔盐湖 将这些结晶而出的盐 贡献给了吉布提这块土地 开发阿萨尔盐湖 对吉布提来说 是他们发展经济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 但是如果没有港口 助力完成这些盐的对外贸易 所有的这些努力 也将大胆折扣 好在吉布提港口的建设和升级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而帮助他们完成这里的建设和管理的 也是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 谢谢 谢谢各位的掌声 今天我们的对话节目现场 设在了非洲的吉布提多哈雷 多功能码头 其实对于非洲的这个国家来说 他们的人口并不多 地理面积也并不大 可是港口对这个国家而言 非常的重要 这是他们连接外部世界的 一个重要的通道 我即将为各位介绍的这位嘉宾 对这个港口有着特别深厚的情感 招商局集团的副总经理 胡建华先生 掌声欢迎 我们同时还邀请了现场的各位嘉宾 他们都和吉布提的港口建设息息相关 我们的哈迪主席 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李总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 胡总 您是第几次来到这了 真是不计其数了 进出吉布提绝对超过50次 我把我自己当成了吉布提的中国人 和中国的吉布提人 所以您看到这个港口 日新月异的建设和它的成长 跟我们普通人看到的 一定是不一样 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这是所有的感情 秋入到这里了 六年前 2012年 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什么都没有 我刚来的时候 是一冷两热 记忆犹新 冷当时感觉到这里 还是很荒凉 沙漠 热呢 吉布提最大特点就是热 这里常年温度是在40度以上 就像火炉一样 除了这个温度高以外 特别地感受到了吉布提 从上到下 上日所懂 下次百姓 对于渴望发展的这种热情 他深深鼓励了我 我感觉到啊 吉布提这是一片 即将发展起一片热土 胡总说感受到了吉布提 他们经济发展的这种迫切的愿望 对于港口建设的热切的期待 那其实呢 我特别希望胡总 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吉布提的重要的地理位置 我们请他在地图上 给大家直观地 来标注一下 它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世界全途 按这个比例去看啊 很难找到吉布提 因为吉布提确实是太小了 但是如果你要从 整个地图的布局来看 你会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是这里 背靠非洲正在蓬勃发展的经济府地 一亿人口的爱瑟格比亚 南苏丹 乌干达 这些国家都需要吉布提的出海口 这个位置 连接了欧亚大陆 必经日路 背靠阿拉伯世界 世界能源的集中地 连接欧亚大陆最重要的烟湖地带 由此可见 说吉布提的一个位置啊 极其极其重要 我们说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 港口是不可或缺的 而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 我们都知道 叫沿海先开放 它天然地带有开放的特征 因为全球的贸易 货物的流动 它必然就带有这种开放的特点 那么港口在这个中间 一般来说 它都领先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伴随一带一路的参与 我们的这些产业 这些布局 也同样在相关的一带一路国家 我们也正在思考 所有的这些业务 或者说我们的核心业务 和海洋紧密地相连 2013年 招商局集团以1.85亿美元 入主了吉布提的港口有限公司 占比23.5% 成为了它的永续股东 而从那一刻开始 我们也开始了 在吉布提的港口建设的 全新步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能实现 更重要的是 招商局正在把中国的 建设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胡总你们最初到这儿 怎么跟对方有了接触 你来见到的第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席先生 我想问一下哈迪主席 你当时知道他是谁吗 你知道他想要来做什么吗 当时我认识了 Dr.Hu 他有6年 我认识了这个第一次 我们就看到 所以我们就马上说 一些建设的建设 在吉布提 我马上听到 他有一个好人 他有的经验 他有的经验 为他帮助我们 在这种建设 他在机场接我 从机场走到酒店之前 酒店就在老港口的边上 我都没下车 我说先去港口 港口转了一圈 给我的第一印象 港口太破了 在中国 长江上的内核码头 都比他大 我就跟主席说 你们国家 有没有其他地方 适合做深水港 主席说有啊 我们有规划 但是没人帮我们建 我说我们去看 掉头就找到了 今天这个位置 离老港区直线距离八公里 当时这还是一片水 岸边我前走 大约是一千米左右 整个就变成深海了 颜色是分色的 我一看这个水面呀 我就知道 颜色不一样 将近二十米的水深 哎呦 我是不是天然两港吗 我非常激动 第二天一早 就得见总统 我说总统先生啊 我就是港口工程师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 给你提个建议 不能在老港口 再做升级改造了 纵身太小 港口讲究吞吐量 就像一个破衣服 你是越补越破 我说我发现在你 直线距离八公里之外 多哈雷的地方 完全适合 做现代化的港口 我说总统先生 我告诉你 我会建造一个 全新的现代化的码头 可以停 至少十五万吨的船舶 两年时间 我给你建成 他说那我的老港区干嘛呀 我说总统先生啊 这就是你的黄金宝地啊 这是你整个首都的龙头 这个地方 做中央商务区 我说我们招商局 还可以在你的码头 后面建 工业园区 港口园区 城市发展 三位一体 它带来的价值 会是你现在的GDP 翻两番 从15亿美金 做到60亿美金 你在说这一切的时候 你注意观察过 总统先生 脸上的表情吗 从他表情看上 是很疑惑 他就跟我讲了 他从来没有 跟我讲这件事啊 这个不能空谈啊 谁能做啊 我说总统先生 我就能做 他说你怎么做 我说中国改革开放 30多年 中国有一个 第一个工业区 就叫十二工业区 我们在一片荒滩上 建起来的 到现在完全是 现代化的城市 说当时的人均GDP 300美金 到今天6万美金 他看到那个照片 他信任了 其实你是带着 中国改革开放 40年的一个重要的 成功经验而来的 但是当时触动你 联想到舍口模式的是什么 30多年前的舍口 和今天的节目题 很多相似之处 也是带着一份感情 我能做这件事 而且也能做好这件事 中国这个经验啊 跟我们这发展的国家 是完全可以契合 可以合作的 我们说舍口就是 深圳吧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素颜 很多我们现在 改革开放的经验 包括招商局提炼 除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都是在愤怒之中 做出来的 这些东西 完全适合这里 还有一点 我看到总统的眼神 就看到到他那种渴望发展的 那种眼神 也是能打动我 哈迪主席 您是从小到大 都在吉布提生长吗 我听到熟悉您的人 给我介绍说 您还曾经在法国 当兵啊 留学啊等等 为什么回来 当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之后 回到自己的祖国 可能更希望他有一个更快 更好的发展 但是当你遇到胡博士的时候 为什么你认定 这对于吉布提来说 是一次发展的机会 我们看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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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中国 中国的墓长 我认为中国秩序的秩序 在秩序的秩序 在秩序的秩序的秩序 在秩序的秩序中的秩序 我们的西洋 我们一直在想 为期待这样的发展 需要百年代的年代 真是很勇气 知道我们需要 几个世纪 美国做的 我们希望 为了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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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 印象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快速的发展 实际上 给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区 提供了希望 提供了信心 即使一个国家 一个经济体 长期陷入贫困 但是只要 思路对了 道路对了 再一代人 这个命运就可以改变了 我们一带一路 提供了新的发展的经验 新的发展的输入 跟新的可能 我觉得您在描述 你们双方的合作的时候 仿佛是在描述一对 从前陌生的青年男女 他们在相逢的那一瞬间 找到的心灵感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觉得我们招商局 和吉布提之间 这种相见 是属于什么类型的相见 相亲吧 第一次算相亲 当年的总统公司 介绍我们来 还是有介绍人的相亲 有介绍人的相亲 但是我们给总统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之后他就说 你可不能说空话 我说你这样 你到中国来 你就考察一下 招商民女婿也好 未来的儿媳妇也好 你自己去看一看 说12年的8月份 总统带了他的高级代表团 就到了招商局 耳目睹亲看 这个家不错 这个可以结成性格 我讨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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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我讨历了 我讨历了 在2012 和一个历导历的 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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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 我讨历了 你讨历导历前 我有届年的 从来部分 我讨历导历 能ital唔 今天 我讨历了 看了什么变成了 6年之后 他被激动感受 所有的东西和历史 都要脱落 那是真实的 这真的是 很完美的 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之后 其实真正开始落地 会有很多的考验 摆在我们面前 李总 现在回想起来 六年前的那个决定 给你们整个团队 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或者是动力吗 吉布提是我们在非洲 正式落地的第一个项目 那我们到吉布提来 对我们来讲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就是要变 我觉得这个改变 是两个层面的 一个是我们自己要变 因为我们刚才说 舍口三十年是很成功的 但舍口三十年的成功 我们这个模式 到了吉布提 我们的经验 是不是还适用呢 那我们就要本土化的改变 就要调整 另外一个方面呢 大家知道舍口 是著名的口号叫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可是吉布提 非洲 他们有自己的节奏 有自己的文化 我们要变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 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考验 那对于我们多哈雷 多功能港口的负责人来说 可能对这个问题 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瓦一普先生 您现在在负责 新码头的一系列的工作 对比一下 它跟旧码头之间 对于吉布提而言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无论方向前的 和新码头的新码头 都完全不同 第一个是 这是一项的 是一种最好的 最好的 采取的 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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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们很厉害 说我们的合作与中国商业商业 非常非常好 而且是一样的模式 我们来问问李先生 您在当地待的时间也不短了 在我们这个码头建成之后 你看到的当地百姓的生活 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吗 多哈雷码头建成以后 产生的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 对吉布提这个国家来说 整个港口的吞吐能力翻了一番 去年五月份投入实用 到今年五月份一年的时间 收入将近一亿美元 所以说给股东也创造了价值 更重要的是 对吉布提这个国家来说 就业是个很重大的问题 我们直接雇佣的是三千人 还不包括间接雇佣的人员 对这个解决他当地的就业问题 起到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我们过去的五年 工人的工资也都是连续 每年符合增长率 在7%的增长 所以说给当地的老百姓 给当地的人民 还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利益和获得感 全球化 并不是说为了全球化的全球化 或者说你在国外布一些点 有了机构 你就可以叫全球化 我们认为还是要回到 你是一个企业 是一个商业的机构 你必须应该以市场化的方式 实现你的全球化 你比如说我们的港口 港口的这个全球化 我们是在看到了中国 或者说全球的这个产业分工 像中国的沿海的加工业 会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 而逐渐地移动到东南亚 南亚 非洲这些国家 那我们的港口布局也应该伴随 这些产业的移动而进行安排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全球化的 基本的这个逻辑 我们最初提到的舍口模式 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振兴 吉布提的经济 甚至对于整个的东非经济的发展来说 未来也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非常对 全球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 大家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像我刚才讲的 吉布提亚 它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 它必须和周边的腹地国家 同呼吸共命运 它要成为区域经济的一个引擎 带着大家走 所以这里面要进入它的区域位置 做什么呢 做航运中心 这个地方欧亚大陆 每年经过吉布提港走的船 将近两万艘 全球的海运的三分之一的量 是从这里走的 所以说通过航运中心的建设 做成物流中心 做成贸易中心 必然带来交易 带来金融 吉布提的货币是跟美元挂钩的 决定了货币的稳定性 周边国家是没有这样的优势的 所以吉布提如果做好之后 会成为区域经济的真正的发动机 2000多年前 一条以中国徐文港 和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 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形成 这条通路从中国东南沿海 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 穿过印度洋 进入红海 抵达东非和欧洲 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 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 并推动了各国的共同发展 如今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当中 地处非洲东部 恶守红海的唯一出海口的吉布提 是一个重要节点 2017年5月 吉布提的新港口投入运营 2018年7月 自由贸易区第一阶段园区 开始运营 同时 老码头将用于城市开发 试图变成吉布提新的商业中心 这一切都在招商局集团的推动之中 他们能否成功复制深圳的舌口模式 帮助非洲大陆打造东非舌口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方案 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目前自贸区也已经正式的启动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发展动力 我们一块到自贸区去看一看 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 就是刚才在节目里 我们提及的自贸区 今年的7月 自贸区的第一期园区工程 正式的完成 占地240公顷的这一园区部分 也正式的启动 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在10年之后 耗资35亿美元的园区全部建成 届时园区的面积 会从现在的240公顷 扩展到4800公顷 那个时候 这里也将成为整个非洲大陆 面积最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区 此刻在我身旁 大家看到全新建成的 庞大的仓储空间 也正在迎接 并且等待着它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新主 自贸区在7月5号就正式开源了 李总在开源的那一天 您在现场吗 我在现场 印象非常的深刻 当时来了五个国家的总统 埃塞总理 苏丹总统 索马里总统 罗恩达总统 还有非盟的主席 加上吉普提总统 气费非常的热烈 您怎么解读这么多的总统 为了一个自贸区的开源仪式 齐聚在吉普提里 我忘了是哪一位总统 在讲话中说的一句话 吉普提自贸区 不是吉普提的自贸区 它是我们整个东非的骄傲 是我们东非 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发动机 所以我觉得 吉普提自贸区 它最大的特点 它是在吉普提 但它服务的是整个东非 整个区域 所以我想这些总统 这些首脑 才会专程来到吉普提 来参加我们这个开源仪式 吉普提做园区 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挑战在什么呢 自己的经济体量很小 整个GDP十几亿美金 所以它必须要服务于周边国家 所以当时我们就提 这个自贸区 名字就叫 吉普提国际自贸区 但在设计自贸区的 顶层架构 优惠政策 组织架构 方方面面 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 对于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来说 谁在这当中拥有多少的发言权 也是大家肯定是要 具理力争的一个重要的点 对吧 你说得非常对 最关键就是股权 大家都知道 48平方公里 是这个国家最好的 经济发展最热点的一片土地 昭彰区的舍口 在10平方公里 当年的小渔村 土地不值钱 但今天看到舍口 资产的价值 大约值1万亿人民币 未来这些资产的增值 数百数千亿美金 谁的股权多 未来谁的收益就大 你们怎么来谈这个股权 我跟主席先生就为这件事 整整谈了一年 双方的团队 可以说是无缝对接 走到哪儿谈到哪儿 主席先生是一个 很强势的谈判者吗 主席先生 你看他的形象 做过军人 他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物 主席先生 我们想知道一下 您的强势表现出来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对 有些时候的压力 但是我们一直都找到 解决 我说这些团队 但这些团队不是很简单 我们没有学习了很多时间 但这些团队是金融 我们有两个人 在这些团队里面 我们有力量 让这些团队里面 成为这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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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的意义当中 胡先生是什么风格的谈判者 这是一个很好的团队 是一个很好的团队 是一个很严重的 严重的 严重的 这个好怎么理解 他没有接受到 我们的需求 但他没有拒绝到 我们的需求 他拒绝到 他拒绝到 他们现在已经是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无法 从他们对方的嘴里 听到当初 他们经历过 多么艰难的谈判 但是我想 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每个人可能心里 都有一点点的戒备 你真的是为了 我的发展而来吗 而不是为了 自己的目的而来吗 整个谈判过程 非常漫长 整整一年 但是我们的目标 非常明确 一定要做成 而且我们相信 一定要做成 甚至我们在 谈判过程之中 协议还没签的时候 我们现场的很多 前期的工作都开始做了 已经开始投入了 急不提政府 肯定在股权上 有很多不松口的立场 那你怎么让他们 能够打消这种顾虑 说就需要变通 相互理解 大家都有一个大道理 就是我们到这来 我们有共识 有共识 我们就分析 你的主先 给你留下这块土地 我挣不了 说资产方面 你要做最大收益 我们不是知名主义者 我们不来抢你 但是光有资产 有用吗 这片沙漠 能变成绿洲吗 能变成中央商务区 金融中心 能变成航运中心吗 那需要管理 需要经验 需要全球的网络支持 这个方面是招上去的 所以说我们创造性的 把这个问题分开 资产是一块 管理和运营是一块 这是两家相对独立的公司吗 理论上是完全独立的公司 资产公司既然你的贡献大 你占60% 我占40% 运营公司 我的贡献大 我要接获全球的资源 全球的网络布局 全球的后台支持 来支持你 我占60% 你占40% 股东都是一样 但是呢 如果把这两个公司融为一体 这就需要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做好竞争设计 资产公司授权经营公司去管理 资产公司完全标准化的治理结构 为了保证这种合作关系 能够固化下来 不会受未来的影响 吉普提区政府为此 下了三个总统令 最高法律保护 因为我们要走进婚姻殿堂之后 我们要百年和好 所以说这种法律框架保护之后 我们没有任何的疑惑 大家就是努力 一起把这两公司做好 所以其实完全是由于 过程当中的一些创造性的智慧 才让当初一见钟情的你们 最终可以洗劫连理 那我想问问主席先生 您遇到的这位谈判者 跟以往其他的一些谈判者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因为我们在小国家中的地区域 他们一直都在做出货币的事情 他们一直在做出货币的事情 但是你没有什么 你会跟我们一起去 和我们有什么 这是不同的 跟 China Merchants 我们一直都在做出货币的支持 我们一直在做货币的货币 那对于我们已经开源的自贸区而言 在你们的规划当中 未来它会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 在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发展是一条的发展 一条发展,是6公里的发展 一条发展,是2,4公里的发展 或者240公里的发展 在我们的发展时期望 我们来到达到每个48公里的发展 還有咱次比較澄區域陸的 spl�有cida區, 由封城堡中駕駛, 所以我們三區域 End商場, 核汀工販駛的強化, lav衛材,工券, 汽繕工手新獨等 ор投入甲巴, 但消息機幟區域陸言berger, 而法学会的第二个陆地图 我们的建筑所提供 后面是3和1 3,3, DID,Ah measen industrial free zone park 然后ósitos,DDICT DORAL International Contained Terminal 所以在将来的年轻,是3加1, 会主意我们的力量和资源的资源。 总总跟我最主要的问题是就业, 我说总总先生,如果你还有传统方式, 就业就是你最大的负担, 而我恰恰感觉到就业对你来说是最没有问题的问题,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这个地方 要发挥整个区域的龙土作用 融入区域一体化 为他们服务 你要服务数亿人口的经济发展 类似于新加坡 新加坡的人员都不够 全球经营人才到那里去 未来这里面将会有几十家 大的跨国公司 世界五百强 那十个 你的人员就业都不足 但你需要是高端人才 这需要百年大计 所以说我也帮他 我说帮你做培训学校 把你的人员培训出来 一两代人以后 急不提的人员 包括在座的很多急不提的员工 你们的下一代 会成为这些跨国公司的 中高级管理人员 我们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准备 来吸引更多的一些产业 或者是人员 进入到自贸区当中来进行发展 一定是这样 客户怎么来 都有吸引力 没有吸引力不来 我有一个模型 我可以展示一张图给你看一看 怎么提高你的吸引力 把急不提的硬实力 软实力相加 乘以招商局的实力 减去主力 最后再除上摩擦力 加减乘除 最后就能达到你的吸引力 急不提最大的优势 硬实力是什么 就是它发展减力 软实力就是这个国家的顶层设计 优惠政策 光有自己的竞争力 还不足够 招商局的全球化 全球布局 招商局的资产 一万亿美金 自己都会形成生财圈 我跟他的合作 不是一个码头 不是一个园区 还有更多的商业模式 它俩直接是乘数效应 更关键的摩擦力 这摩擦是什么 大家知道一个企业有竞争的话 两个竞争优势 一个就是成本领先 一个就是差异化 这个摩擦力 就是阻碍我成本领先的 各种成本要素 在这里面 除了降低成本以外 还更专介一点 就是它的营运效率 我们在舌口 创出舌口模式 吉布提现在 已经创出了吉布提效率 为什么六个总统到园区来 就看到这个效率 他们头几天还来过 到吉布提 不知道这还有个自贸区 怎么突然之间就落地了呢 这就是效率 这些都做好了 金凤凰一定会主动来 最大的收益者是吉布提 实际上间接的周边国家都受益 这就是区域经济体化 这就是多边主义 而不是单边主义 我们知道在建设港口 在打造自贸区的过程当中 也有非常多的举措 在帮助吉布提的这些吸引力 变成现实 招商局集团牵头打造的思路银行 其实也正在为我们的港口建设 为我们的自贸区 提供更多的现代金融服务 这方面呢 我们也请思路银行的负责人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来 如你所知的 这种吸引力会让吉布提在原本的基础上 接触到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李总您在吉布提待了这么长时间 您觉得对于我们文化的融合 或者不同国度大家的相处而言 现在会不会比以往 已经变得更加的顺畅一些 有了很多的突破 是的 招商局作为一个全球化公司 我们非常注重本土化 中方的员工和非洲的员工 那在文化上 生活方式上 确实有很多差异 那这种差异怎么克服呢 我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 我们知道吉布提是个穆斯林国家 他们按照宗教习俗 每天要做五次祈祷 每次的时间是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那我们公司呢就是尊重当地的这个习俗 公司就明确规定 说这个吉布提的员工可以在工作时间 任何时间 可以按照他们的宗教习俗 做他们这个祈祷 公司专门还为他们设立了一个 独立的空间 独立的祈祷室 让他们做这个事 这个我们吉布提员工也很可爱啊 他们为了不耽误工作 我早上早点起来 在家里把祈祷做完再到办公室 或者呢在工作时间 因为祈祷耽误了工作 他晚点下班 所以我印象很深 在七月五号我们开了一个 自贸区这个合资公司的总结大会 吉布提有个员工 他发言中呢就讲 说我们就像一个家庭 说我们就是family business 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我相信您刚才介绍的这一点 会让很多人觉得很感慨 所以我想能不能请我们的胡总 也给大家来展望一下 当你们把舌口模式 带到吉布提的那一刻 你们想到的现在和想到的未来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幅蓝图 接下来非洲大陆的发展 我个人有非常强烈的信心 会跟中国当年的发展 有很多相似支出 世界的需求非常大 融入到世界 特别是中国结合之后 这一代人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 所取得的直接经验 跟他有机结合 优势互补 服务整个全球市场 所以我就感觉到未来的非洲 将会是一个非常彭国发展的非洲 那你们未来会把这个模式 推广到除了吉布提之外 除了东非之外的其他的地区吗 我想一定是 现在大约有六七个都在扶植之中 我们今天在做这个舌口模式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思考的 已经不是过去我们自然生长而成的 这样子的一种模式 而是把这四十年 我们所有的经验思考 我们把它进行整理 所以我们必须考虑 每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 比如说我们在吉布提 我们希望把这个区打造成 物流中心 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 像斯里兰卡的 汉班托塔港的这个园区 因为它的后方 它的港口非常的大 所以它的灵感工业 灵感的加工业 将会是非常有潜力的 我们说坦珊尼亚的 这个巴加摩约的这个园区 我们在思考的 这个园区应该是 劳动密集型的 加工业的一个园区 因为这个国家有四千五百万的人口 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些园区的时候 实际上是会根据 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 全球的产业 可能的分工的布局 来考虑这个园区本身的功能 优质红豆 优质生活 本节目服装由红豆男装独家赞助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 已经不仅仅是 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个合作了 甚至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和彼此国度之间 人民和人民的相处 我特别想听一听 你们站在自己的立场 希望送给对方的 最大的一个心愿 我觉得要送给他们一句话就是 我们是家庭生意 我们是一家人 碰到困难 我们一块解决 有了利益 我们一块分享 共同把我们招生局的事业 和吉普提事业做得更好 实际上在过去的六年 我们回答了吉普提一个问题 让吉普提真正认识到 就是Who are you 你是谁呀 我们现在跟吉普提 已经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在习主席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思想指导之下 我们必然要是百年大计 世纪工程 为此在去年的十月份 吉普提的总统到中国访问 做国事访问一部分 又到了蛇口 跟招商局签署了 全面经济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一个国家 跟一个企业集团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这个命运 将永远地凝结在一起 走向新的世界 主席先生和来自中国的 这些朋友 打了六年多的交道了 而在这一刻 你特别想对他们说的是什么 我喜欢一番产历的记者 而如果我们不知道 从我们来到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去的 沉默 包括中国大臣 尤其中的 全面疏的 在这期电视迦 年代 çıkar 有关系 有六年 六年 中一年 尤其中 与域 那些汎职 都是 是广州池进展开了 这个车路天提出来 我们都变成了 这个车路过中国 与监通过澳里 印尽城 汉盘 这里已经是发生了 迄狭狭狭狭中 它而是发生了 尼沙手 阿尔 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现场 至迦到迦 所以 这不是又的 非常好 对 来 Fantimmen 这些 这些秩序已经存在已经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每个 infrastruktur 发展在 Afrique 会使用于世界的秩序 在外面上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我们鼓励这次的典型 我们必须继续这次的典型 我们有第一步 后一个隔离多的五个世纪 这就是了重新的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中国和阿非会认为更好的日子 在年轻和百分之后的发展 重要的瞬间 伴随着港口的建设 伴随着自贸区的开源 吉布提让世界看到了 它发展的新的可能 而今天呢 在吉布提一条铁路的 正式的开通和运行 也把这种发展的可能 带向了更远的远方 如同此刻 我们面对的辽阔的大海一样 吉布提的未来 有更宽广的想象空间 让我们一块儿 到这条铁路去看一看 今天的中国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铁时代 每一个中国人 都可以无比自豪地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 全世界铁路交通 最繁忙 最发达 也最快速的国度 但是在非洲 很多国家 目前依然处在交通 并不便利的状态之下 对这些国家来说 高速铁路 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方法 可是今天我们所在的 吉布提这个红海边的国家 他们已经开始使用一条 非常现代的 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的 第一条全产业链 中国化铁路 它全长751.7公里 设计时速120公里 一共有45个车站 变得更加简易 更加安全 四十多年前 中国人民同非洲兄弟 并肩奋斗 修建了被誉为 解放之路 自由之路的 坦赞铁路 如今坦赞铁路精神 在亚籍铁路建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